人生地生 和一激發 保護耶穌 聯合拆船 绝败了宣教新视野 2018秋季节夜市 许多宣教同路人齐聚一堂 一起探讨2019年的 宣教策略和行动方针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 不单只是一直思考MISSION 不是思考一个任务 或是一件事工 而是里面必须要有清楚的MISSION 因为你清楚的有MISSION的时候 你就会很知道自己 在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时空 不同的角色 你都可以来实践MISSION 联合拆船的成立宗旨 是推动教会从事跨文化宣教 鼓励拆牌宣教士 及推展宣教教育 今年也邀请了台湾的拆会伙伴们 透过圆圆会行事的互动 吸引学员更多了解 这些宣教的事工 但是面对跨文化宣教的挑战 我们的心态该怎么调整呢 像150多年前 马杰博士来到台湾 麦雅各来到台湾一样 像全世界各地的这些外籍宣教士 到全世界各地去一样 他必须去道成肉身 真实的活在当中 而不是只是去完成一件宣教的事情 零用拆船21年前成立的时候 就已经期许成为一个台湾拆会宣教机构的一个 侍奉平台 而是用仆人的心智来侍奉 来服侍这些宣教机构跟宣教拆会 我们那个时候的来台湾的时候 台湾的基督图也不到2% 可是现在的台湾的基督图已经超过7%了 经过一些调查里面会发现说 只要基督图超过7%的时候 就会想到宣教 所以我们不能用以前的那种模式 然后套用在现在的这样子的模式 有一些叫做宣教的前缘 这个叫拓荒形的宣教 即使耶稣来了两千多年 还是有很多族群 他是一辈子没有听过耶稣的这个好消息 除非有人愿意道成肉身 学他们的语言 进到他们当中 否则他就是没有办法听到 所以这个部分是整个教会 整体教会还需要努力的地方 回应上帝呼召赢得慰德之名 需要有一粒麦子 埋入土里的宣教心智 而成就神的旨意 正是上帝托付的大使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